大家好,我是沈玉兰 一起来关心5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议会的消息 现议员张美惠 咨询民政处行政毫无效率 尤其针对了清创基地 回南海市庆年梦想馆 甄选的公平性以及机制 提出了强烈咨询 现议员张美惠对于美伦溪 河川治理计划周边都市计划 道路调整以及拆迁费用 目前华林县政府建设处的进度 提出咨询 张美惠议员并指出 华林县政府民政处在去年9月 处理民众陈勤案件时 同一地点两案件 历经八个月以22章公文书往返 仍旧无法处理好民众的陈勤案 认为行政流程毫无效率 漠视民意 并要求民政处长对清创基地 回南海市青年梦想馆 甄选的公平性与机制提出质疑 因为我在选民服务案件当中 去年的八月跟九月接连接获两期 那都是美轮山一个是出入口的安全设置的一个改善 一个是人行坡道的一个失华问题也需要改善 这两个案子一个历经七个月一个历经八个月 总共有22章的这个公文书 这样子的一个毫无效率 到现在今天不断的在议场上 请民政处处长 他是主管的这个处长 那他也依然是回答不出来 到底这个改善的旗程是什么 那非常非常的漠视民意 不尊重民意 所以我认为花莲县政府的 到底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花莲新创基地 就花莲清发中心所管辖的一个新创基地 在他右手边的一个回南海石青年梦想馆 这个馆设因为有民众质疑 那像我们检举他有图例特定厂商 因为就是说独厚特定厂商这样的事情 那进驻的厂商团队是不用缴水电费 而且已经合约期到了 已经截止了 那还是在里面没有撤离 这些相关种种的认为是黑箱作业 那我们在3月3号前往访试 一直等到4月19号才有一份比较完整的 但是又不是具体的一个回复的一个说明 那今天在总咨询当中 我也请这个民政处长兼任清发中心执行长 明杨真来说明 那他还是说不出来到底这个 到底辅导的这个绩效或者他的回馈机制 那还有他的临选机制 进退场机制是什么 完全都达不出来 而且还依然的甩锅给教育处处长 本席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张美惠议员并呼吁花莲先政府 依人一职找更优秀的人才 对于行政效率以及业务的推广 才能够有效的辅佐县长 那花莲清发中心其实是肩负花莲青年发展政策 最关键的一个单位 虽然它是一个临时编制 但是我在这边也特别的要呼吁花莲县政府 一人一职这件事情找更优秀的人才 不管是民政处长或者是清发中心执行长 一人一职这样子对于行政效率 对于应该要做的事情 应该要推的政策 还有一些愿景蓝图的规划 才能够是有效性的来辅佐县长 青年梦想馆的这件事情 进洽不只是行销有限公司 来办理进驻签约事宜 谢谢议员 我没有给你时间吗 111年的国发会的地方创生成果报告的时候 这个项目都有提出 会后我再提供给您 你现在才跟我说会后 我没有给你一个多月的时间吗 你有回复吗 记者林杰 花莲县市采访不到